面对奈英当年蛮横打压 刀狼向媒体讲述原谅奈英的三大原因 网友格局差距一目了然 要是有人想搜集一下娱乐圈的恩怨情仇 那么奈英和刀狼间的故事 绝对能够占据一席之地 2010年 奈英以一句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成功掀起了歌坛的反刀狼狂潮 此后 频繁受到攻击的刀狼 不得不选择了隐退 一直到2023年 潜心修行了11年的刀狼 才凭借着罗刹海事 再次回到了舞台之上 而就在10月5日 刀狼的广州演唱会 迎面撞上了奈英的澳门演唱会 前者人山人海 好歌不断 后者门可罗雀 口误连篇 让网友也不禁感叹 这可真是现实版的30年河东 30年河西啊 01 刀狼vs那英 后者颜面荡然无存 10月5日 对于广大的歌迷朋友来说 必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专辑销量破百万的民谣歌手刀狼 和人尽皆知的歌谈天后 那英将会用一场演唱会 来进行无声的比拼 原以为 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 精彩分成的世纪大PK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真的到了演唱会开幕的那一刻 一向自视甚高的那英 这次竟输了个彻彻底底 根据双方歌迷发布的现场视频来看 刀狼在广州举办的演唱会 不仅现场坐满了观众 就连场外也站着不少 没能买到票的观众 他们都想要一读偶像的风采 而反观歌后那英 他在澳门举办的演唱会 现场不仅存在着大面积的空座 就连观众们也十分的缺乏热情 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下 刀狼带着自己的徒弟云朵 为歌迷们献上了一首又一首金曲 并且发挥的十分出彩 可那英却表现得有些一言难尽 不仅歌唱得十分不稳 就连与观众们互动 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口误 其中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 便是那英错将十一说成了五一 还自信地祝大家五一快乐 事后 他虽然在歌迷们的提醒下改了口 可依旧话舌天足地表示 十一是个什么节日来着 我年纪大了既不轻 大家见谅啊 这样的一番操作 属实是生动地诠释了 什么叫做败者的嘴脸 而在演唱会结束后 有歌迷在后台偶遇到了那英 并拍下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一向微风堂堂的那英 此时也显得十分的疲惫和违靡 从他不停整理一脚的双手 和四处躲闪的眼神来看 向来十分自信的那英 这次确实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他快步地走过了通道 即使有歌迷跟他打招呼 他也笑得十分勉强 原以为 看见这么没自信的那英 网友们或许会心生怜悯 然而事实证明 属实是小编想多了 02网友群嘲 往日恩怨浮出水面 在演唱会结束后没多久 网络上便出现了大量嘲讽那英的声音 一部分网友表示 那英未免也太飘了 就连国庆这么重要的节日 他竟然也能够记错 要网严重了说 他这可是忘本了 还有另一部分网友表示 这哪里有天后的水平 那英这些年 是不是只学会偷懒了 心疼买了门票的歌迷们 除了以上这些外 评论区里出现最多的声音 则是太爽了 欺人者人横欺之 那英这也算是自食恶果了 当然 也并非没有网友对那英表示安慰 可在如浪潮般的嘲讽面前 这些声音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 而网友们之所以会对那英 有这么大的恶意 其实还要从他和刀狼的一段恩怨说起 2004年 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 让刀狼成功跻身于热门歌手前列 面对着这位来世汹汹的新人 彼时已经是歌坛大姐大的那英 感受到了十足的威胁 也许只是想打压一下对方的士气 也许是真的想让对方从歌坛消失 2010年 作为音乐榜评委的那英 公开在媒体面前表示 刀狼不具备审美观点 他的歌只适合农村人 因此 在之后的奖项评选中 刀狼可谓是颗粒无收 但这 也不过是那英向刀狼开出的第一炮 此后的几年里 那英联和汪峰 高晓松等人 平凡地攻击刀狼本人 在某一次采访中 高晓松甚至直接表示 刀狼写出来的歌 从未在我这里过关过 再加上 当时有各所谓的音乐家协会 也接连对刀狼进行了抨击 渐渐地 承受不住这么多批评的刀狼 选择在2012年 正式地退出了舞台 此后近11年的时间 中国歌坛再也没有听到过 有关于他的消息 直到2023年 潜心修行了许久的刀狼 带着一首罗刹海士和 对那英等人的满满嘲讽 重新回到了众人的面前 这一次 他获得了无数网友的支持 也成功地让曾经欺负过他的人 迎来了口碑上的大翻车 不知回想起曾经的所作所为 如今失魂落魄的那英 是否会由衷地感到后悔呢 可惜 世上并没有后悔药 曾经犯下的错误也不会消失 他如今能做的 只有好好品尝自己种下的苦果 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03 杰宇 作为我国歌坛的著名天后 那英曾经的某些行为和做法 确实让人无法恭维 他的直言不会和强势态度 在圈内圈外都引发了不少争议 有时候 他的做法甚至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尤其是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新人 幸运的是 曾被那英打压的音乐人刀狼 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相反 他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勇敢地面对挑战 最终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刀狼的音乐之路 虽然历经坎坷 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音乐梦想 用作品说话 赢得了广大听众的认可 如今 刀狼的事业可谓是如日中天 他的歌曲传遍大江南北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不可或缺的经典 而反观曾经微风凛凛的那英 却因为过去的一些言行 遭到了网友们的群嘲 网络上的舆论反转 让人不禁感叹是事无常 这样的天翻地覆变化 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千 它不仅体现了娱乐圈的变幻莫测 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 在艺术的道路上 最终能够站住脚的 还是那些真正有才华 有作品 有实力的艺术家 而一时的风光和强势 未必能够长久 刀狼的成功 是对坚持梦想和努力付出的最好诠释 而那英所遭遇的群嘲 也是对公众人物言行举止的一种警醒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无论是歌谈天后 还是普通百姓 毕竟群众的眼睛视血亮的 时间会为每个人给出最公正的评价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面对往日的错误 勇敢地承担责任 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 毕竟公众人物的言行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他们的每一个举动都可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因此 当犯错时 坦诚面对并积极改正 不仅是个人品质的体现 也是对粉丝和公众的尊重 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 那英和盗狼的故事 无疑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众地位 都应该谨言慎行 对待自己的言行负责 那英在面对曾经的争议时 如果能够更加谦逊和自行 或许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批评 只希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那英和盗狼可以各自安好 不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扰 他们都有着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没有必要在陷入舆论的漩涡里 让过去的争议影响到自己的未来 对于那英来说 或许可以更加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 用更加积极正面的行动去影响和激励他人 而对于盗狼 继续保持自己的音乐初心 用更多的优秀作品来回馈粉丝和支持者 两人都在自己的领域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他们的各自安好不仅是对自己的交代 也是对广大粉丝的交代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希望那英和刀狼的故事能够成为一面镜子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无论身处何种境地 都应该勇于面对自己的过去 积极规划未来 让生活回归平静和美好 毕竟人生短暂 珍惜眼前的每一刻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那么读者朋友们 对于那英和刀狼的现状 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进行讨论